恩情社区服务 家家游戏了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课题 幸福昆明到老的几个秘诀 第一个秘诀叫做无条件的爱 当初你追求祂的时候 是不是无条件的 祂的娱力置在这边 或者祂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你都能够接受祂 你都会给祂恩典 那现在十年了 二十年了 三十年过去的 四十年过去的 现在你没有给祂恩典的 你那个无条件的爱 以前怎么爱祂已经忘记了 当时你跟祂讲说 你是我的所有 现在你是不是要跟祂讲说 你是我的拥有 我要拥有 有你就你有 不要有你就把你丢在一边 是不是这样 不对的 肯定不是这样的 不论祂现在是怎样变 身材变也好 什么都变也好 祂还是我的伴侣 祂还是我的另外一半 你不要看祂变 你自己也变了 你自己也很多作文 你这支肚皮也大起来了 对不对 可口可乐 在瓶庄的 小瓶庄的可口可乐 气体很强 很好喝 但是换到 1.5公升的缩溜瓶的时候 那个咳口可乐差了 气体没有这样多了 但是不论它 气体多 气体少 好喝不好喝 它还是叫做可口可乐 对不对 你看老婆不论怎样变 怎样改变 怎样身材转变 他还是你的老婆 他还是你的老公 他还是你的伴侣 是没有得变的 你要爱一个人 就是无条件的去爱他 那么你就可以爱到老 如果你慢慢的变质的话 就很难到中老了 第二个是什么 要有方向 要有原则 方向就是一个原则 他是你唯一所爱的人 你才会娶他 才会嫁给他 对不对 如果你爱几个人的话 为什么你选这个人呢 当然可能你这个人是最爱的 你才会选给他吗 你才会嫁给他吗 当初你已经做了结病了 走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这条路 这个沿着就要死死地守下去 从一而终 终老而死 年轻人就说 哎呀你老古懂了 现在还这样的想法 现在人家 起老婆 结婚 好像换衣服一样 离婚又这样容易改一改 我签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花几千块钱就可以解决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现在更有人提倡 小商无罪 他说小商是 他房间已经爱小商了 你这个原配在那边 有什么用呢 你就离开成全人家吧 讲什么鬼话 还是法官 这个道德行为 五千年来 中国文化的这种道德行为 完完全全被破坏了 不要被西方的这种 换衣服的那种 思维来 来侵犯我们 破坏我们好不好 你看现在西方的世界 在这个疫情之下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你就知道他们的无话 是到底是怎么样 夫妻在一起 肯定会有问题 肯定会有问题 这个冲突的 有问题有冲突的话 就什么 就要解决什么 解决的方法 请求解决的方法 有辅导中心吗 你可以去解决吗 要不能到恩情来 来请求我们也帮忙 除非他真的变性 这样另当别人 那有一些年轻人 跟我讲说 我们要结婚 但是我要财产认证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能的 以免以后离婚 我们这个分财产 比较容易 我说这样 我不要跟你签名 我不要做你的证换了 你都准备离婚了 何必结婚 不需要 因为你已经要离婚了 就不要结婚了 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 我们不要被这些错误的想法 等一下 我们这些老古董 看起来是老古董 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婚姻 我们会给我们的下一代 留下一个好的榜样 让下一代看 我跟你妈妈虽然不合 但是我们还是坚守着 彼此相爱到老 因为爱是无条件的 因为爱是有原则性的 我就是要爱他一个人 有问题就寻求帮助 第三个就是什么 时间 要给地方时间 夜老要给时间 很多人夜老的话 早上去打了气功还是什么 就跑去咖啡店 九点就坐到十二点来回家 学习 跟你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 学习他所喜好的 他喜欢走向去你部位 你就学习跟他一起走向街 他喜欢去跳舞 你不喜欢跳 你就学习跟他一起跳 两个人同样做一个东西 不然来到恩群 你就会更加快化 我们有很多活动 让你们姑息可以做的 但现在还不可以来 要等到完全开放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要只是待在咖啡店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要只是照顾我们自己 我们有一句话说 你要保养姑息你的另外一半 保养姑息你的另外一半 而不是姑息你自己 只是看顾你自己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要给双方时间 照顾彼此的需要 那个是更是重要的 第四个是道歉 学习道歉说对不起 道歉会带来自由 婚姻本来就是自由的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冲突 很多时候就是冷战 很多时候就是 这些没有办法解决 造成不自由 但是我告诉你一句道歉 尤其是男人 我们一道歉 你那个心就被涌化掉了 他们很容易地道歉 多讲对不起 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建立 重新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 所以这四点要记得 无条件的爱 那么要有方向 从一而终 你这个原则继续走 有问题的话 寻找帮助 寻找解决 只要给他时间 给他时间 让彼此有时间 来喜欢他喜欢的东西 爱无敬物吗 你就帮跟他一起做 两个人喜欢的东西 才可以到老 第四个 学习前道歉 学习年龙 学习老鼠 这样我们的家庭 就会过得更加美满 这样我们的婚姻 就能够什么 更加的幸福 如果我们愿意顺福的话 跟着这个走的话 顺福就是一个幸福 家家有喜乐 喜乐由我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